政府有特別民報 現在醫生一項的補助 有推動一項公民參與醫生的制度 郭伯定因為社區擁作的成果 比列治藏國最好的選五名 所以這兩年都有得到這項醫生補助 公司也會有提名 勇勇來拿出好的計位 參與這項補助的行程 也就進地圈的發展和進步 郭伯定有無法報 所推動的公民參與是醫生 郭伯定今年各地是補助的行程 只有郭伯定跟郭伯定 其中郭伯定因為社區擁作的成果優秀 是專家為他兩年都得到這項補助的行程 我們胡偉政公所是文化部認定的 全台灣368個鄉鎮市區裡面的 五大社造亮點小鎮 這一次文化部在中央又特別來推動 公民審議參與式的預算制度 期待來彌補國人在待遇政治當中的不足 或者是他要提案有些什麼夢想 有些什麼要實現的行動計畫 可以透過審議參與式的預算制度 來幫他實現夢想 這項醫生補助對象是18歲至40歲的公民 民眾如果有帶動地圈發展的好計位 就可以提案參加生意 新規通過的地圈地圈報助是很願望 也鼓勵年輕朋友18歲至40歲 或是說公民團隊做成三個人 或是說我們的社區就能提案 用我們工作來提出我們自己的想法要怎麼做 當時我們工作的安排 學者專家社區大家作為民眾 作為來參與 看這個提案這樣來做有實力嗎 有贊嗎 經費有剛好嗎 以為這項醫生的補助金牌最多有10萬塊 後悔今年已經有15歲的團體提案真處 工作歡迎地名擁有參與 我們期待呢 透過這些價位的活動性 我們再來培立計畫 還會再上課 還會再上研習 讓我們提出來的構想理想 更能夠符合在地社區 或者是角落空間發展 還是社區應做 這些這些工作的需求 也符合民眾的需要 來實現 公民操委是醫生的意義 就是要讓人民自己來決定 補分醫生的運用 公民體驗後 就由大家用公道的方式 來決定補助的對象 記者以名為 蔡王報道